林伟风的心跳声和别人的不一样 虽然他只有31岁 但必须靠左心式辅助器 Elvet维持生命 去年6月他突然高烧不退 而且频频喘不过气 到了医院才发现 原来心脏被流感病毒感染 导致急性的心脏发炎 而心脏功能只剩下大约10% 鬼风必须马上动手术 直入左心式辅助器 手术后在加护病房待了两个多月 在医院的时候就以为自己是不行 可能熬不过来 然后 然后也有想过可能会死 可是后来继续想的时候就想到不行啊 不能那么快死 就是可能家里还有人需要我 从前的尾峰拼命工作 也希望能成家立业 有着长远的计划 他喜欢游泳和出国旅游 但是现在他容易气喘 已经不能照常运动 如今的他不敢对人生做多余的规划 抱着平常心 耐心地等候换心的这一天 我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其实是一个奇迹 医生也常常提醒 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这个决定就要早已做好 早已打算 因为心脏来的时候是很突然的 你没有时间 到了那时候才考虑 和十年前相比 等候换心脏的人 每年从七人增加到二十三人 但是这十年来 成功换心的人 每年只有四到六人 心脏科医生说 很多时候 遗体捐献者的心脏都不适合移植 现在平均的一个典型的捐赠者 是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病人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 接到电话说 有一个所谓的可能捐出的病人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验他的心脏功能的时候 或者做他的血管 看有没有出塞之后 发现到很多时候 他都不适合用 所以整体来讲 新加坡国人的健康不是很好 所以虽然之前都没有 有所谓的心脏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 哇 其实很多人都 那个心脏功能来得比 我们自己的心衰的病人 来得更严重 所以根本都没有办法 用他的心脏 沈庆龙医生说 换心病人的平均等候时间 超过两年 医生也会尽可能 让换心病人 接受年龄相仿的 均线者的心脏 目前这些患者 在移植十年后的存活率是一半 日后也有可能面对血管阻塞等问题 由于健康的心脏难求 科技因此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医生说 左心式辅助器 一般上可以帮助心衰患者 延长大约五年的寿命 心脏的移植 我相信说你要再增 它增加是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得靠那个仪器 我们有更好的这些左心式辅助器 而且我懂现在的仪器是越做越小 越来越容易就是说装置 所以我和未来的将来 就是这些仪器会可能会取代 可能它的科技更好会取代 就是移植手术 移植给这些病人的心脏 都只能够由脑死病人的遗体中取出 在人体器官移植法令下 除非脑死病人生前有退出计划 不然被证实脑死后都会捐出器官 但是逝世者的家属未必能够接受 器官移植协调员唐文杰 负责向家属讲解器官移植 并且协调整个移植手术 在三年的工作经验中 他发现越来越多家属 能够接受捐出器官的想法 那么我们就会试着以分享的角度 来跟他们分享 器官移植其实是一个生命的礼物 不只是对于等候名单上面的病人 对他们来说是第二生命 同时也是对于脑子的病人来说 可能是一种祝福 也可能是一种延续生命的 延续遗爱在人间的一种方式 然后他们通过了解到 到底器官移植所带来的好处 其实是远大于他们现在 所承受的痛苦 很多家属都会慢慢地释怀 不论是遗体还是活体捐献 捐出来的不只是一个器官 它让一条生命得以延续 一份爱散发出去 重燃了希望 而这个希望就叫做人生 一个人要捐献器官 步骤有哪些 请上前线面部进一步了解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